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舒婷 是的今天在4月9号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都是可以在每一天 晚上7点半的时候 去到988官方脸书 看我们新闻线的直播 因为我们Facebook来这边 在开始之前 也是会跟大家做一些小交流的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就业市场是受到冲击的 同时呢有将近一半的 自雇人士会失业 今天有121人康复 109人确诊 有两人死亡 那最年轻的死者呢 是23岁的患者 学校是不会在15号开学的 那消息有说可能是5月中 或者是之后才会复刻 官方民调显示 九成的人支持延长行动管制令 而国防高级部长就说 还没有决定了 国防部的高级部长 伊斯麦沙贝利就说 政府是还没有决定 会不会延长这个行动管制令的 而他说所有要落实的 严格行管令 又或者是要延长行管令 都是会根据卫生部的建议 但是目前呢 政府还没有收到卫生部最新的建议 而且在每一天的行管令 部长及特别会议上 也没有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就让大家 去等待卫生部的建议吧 而卫生总经动西山之前也说 明天就会决定会不会延长 再把这个报告交上去 那不管怎么样呢 伊斯麦沙贝利他有说 即便解除了这个行动管制令 也就是行动管制令 会在下个星期二结束 但是政府依然是禁止人民 去举办聚会活动的 那如果延长的话呢 那怎么办 伊斯麦他就说呢 伊斯麦他就说呢 到时候他会再宣布 大家要做好准备 那遵守既定的SOP 而这个SOP呢 当局还是在拟定当中的 是的 伊斯麦今天也有提到 政府是决定延长居鸾 新邦令金两个肝绑的 加强行动管制令 多达五天 就一直到四月十四号为止 另一方面 国防部其实就有通过 大马国防卫队总部组织 MarkarsATM 在推特上面发动了民调 今天早上投票 网民大部分都是支持 延长行动管制令的了 基本上百分之 看到最新呢 是82%左右 都是支持延长行动管制令 到开在节之后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 今天的现在卧的帖子下面留言 对我们今天也是问相关的问题 等下来跟大家说 那同时呢 今天骚早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群 由马来西亚医学研究院 AMM领导的这个医疗专家 就希望政府是延长行动管制令 一直到开在节之后的 那他们说 加节期间因为人流的情况啊 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毒的传染风险增加的 在还没有这个药物 还有疫苗治疗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让一个国家太快回到正常的生活方式 那他们又补充在加节期间的这个回乡潮 可能就会把病毒传染给属于高风险群的乐龄人士 而且你看在休息站的人潮啊 出游期间那些没有遵守交通距离 从家乡回到城市等等的情况 其实都应该列入政府的考量之中 他们认为太早解除行动管制令 会将之前四个星期行动管制令的成果功亏一篑啊 对我相信呢 这也是很多人想要延长这行动管制令的原因啊 因为呢 这成果是不能功亏一篑的 那目前呢 行动管制令还是进行到4月14号的 相信明天就会有决定会不会延长了 伊斯曼沙比里他就有说 现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政府呢 是同意让入入交通局JPJ 协助警方在全国各地设置路障 去加入执法行列的 他表示行动管制令截至昨天 遵守行动管制令的人士是高达97% 但是呢 就有3%的人没有遵守行动管制令 那如果这个行动管制令是没有延长 也就是说 我们14号下星期二就会结束管制了 加上昨天就有媒体报道说 有一些华小已经开始为重新开课 做了准备 哇就引起了很多家长们的担忧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 今天就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明 教育部是不会宣布让学校马上 在隔天 也就是15号就恢复上课的 根据新中日报的报道 马汉顺说 学生的安全是最大的考量 因为教育部会考量各方的建议 包括说 如果开学 要怎么确保减少学生群聚的方案等等 对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另外988新轮县也是有了解到 教育部这期间都在收集各方面 针对什么时候要恢复上课 还有照顾到学生安全等等的意见 去收集的 而大多数的家长都是不同意 马上就恢复上课的 因此根据新中日报的报道 教育部是不会在行动管制令结束之后 就宣布开学 那这个已经是已经成定局了 几乎是 而可能是在5月中或者是开斋节之后 才会宣布让学校开课的 不过目前还是没有定案的 东方日报报道也有说到 延迟开课会对一些学校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今年需要面对政府考试的学生 不过教育部是会加强线上教学的一个方式 说到线上教学 其实很多老师都已经发起这一个方式 让孩子在家也可以远距离的去学习 不过最近有关视讯软件Zoom的资讯安全问题 引起了全球关注 而这款软件也是很多老师 用来进行线上教学的管道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 他就有说 该部节制昨天为止 都没有发出禁止各校师生 去使用Zoom的指南 但是如果师生是对有关的资讯安全的问题 有所顾虑的话 可以使用其他的平台 例如Google Classroom等等进行教学的 这个还蛮不错的Google Classroom 我就初步的去了解一下 其实如果你是跟教育部 或者跟单位是有注册的话 其实它里面很容易就可以交代功课 跟一些做线上的直播等等的 就是替代方案还是很多的 是 还有很多的 那他有解释说 如果是部门内或管理层 涉及机密内容的会议呢 马汉顺就觉得 那万万不能够使用Zoom了 但是一般教学 其实就不会涉及任何机密内容 所以这个顾虑并不大 那可能大家在使用这个Zoom的时候 还是要多一些些的 这个安全上的一些设定 尤其是密码方便 那今天呢 其实也是我国第三次实现了单日康复病患人数 比新增确诊病例还多的一天哦 是算好消息了 对对对 那卫生总监诺西山呢 他就在刚刚的记者会说 今天再有121个人痊愈出院的 那出院的总人数是达到1608人 就占了总病例的38% 那至于新增的这个病例呢 是109宗 累计4228宗的新冠肺炎病例 那诺西山他就说呢 今天再有两名的患者死亡 累计的死亡人数是有67人的 其中一名死者呢 才只有23岁 这是目前我国最年轻的死亡病例 死者生前患有甲状腺病 那跟两名确诊患者有密切的接触 是古静教堂感染群的第五代感染者来的 是另一方面 诺西山有说 卫生部会在今天傍晚6点就开会 检讨过去的数据之后呢 才向首相提出 会不会延长管制令的建议 现在他们应该就在开会了 他有说到 大马经济研究院和一些统计学专家 也受邀出席这场会议 以便能够透过分析过去的数据 来做出未来一到两个星期的预计 而且诺西山就说 我们有机会 如果采取正确的方式呢 就有机会可能出现扭转 这个激增的情况 病例激增的情况 所以当局现在应该是正在火力全开 就是好好去分析 未来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做出一些决策 可能可能了 明天就会有所宣布了 是那最终的结果呢 我们就看明天到底是什么消息了 那对于这个疫情方面呢 雪州的确诊病例算是最高的 因为昨天呢就突破了1000宗 是国内最高的一个州数 根据雪州卫生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的中午12点 雪州共有1078宗的确诊病例 是全国最高 同时呢 雪州的复原率 也就是痊愈的这个病例呢 达到769宗 或者是71.3%的 那雪州目前共有5个县市 被列为红区 也就是病例超过40宗的 分别有乌鲁冷月 有359宗 八打零呢就有303宗 八升有143宗 额脉有115宗 还有就是雪邦有58宗的 好 今天现在不就来问大家 也在关心 也在热烈讨论的一件课题 就是你认为 心动管制令应该延长吗 如果你点选love的话表示 为了阻断疫情应该要延长 那点选哈哈呢 你就认为可以局部开放特定的区域 点选wow的话呢 就表示你是反对延长的 因为疫情已经见效了 是的 如果你这时候有空的话 欢迎你赶快上到我们988的Facebook那边 去投选线在Word家 放上你的这些个人看法了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次的疫情对市场的冲击 统计局有一个数据来告诉大家 还有就是有关于动物园 助养计划 回来跟你说更多 来到晚上的7点44分 你好 我是冠贤 你好 我是舒婷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马统计局 有一项调查显示 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将近一半也就是46%的自雇人士 会失业 这是他们的一个估计了 而且有71.4%的自雇人士说 目前他们的储蓄 只是够他们维持少过一个月的开销 另外有大约90%的受访者是说 他们只能够以比较低的先筹 去继续获得工作的 此外在受访的这些自雇人士当中 有52.6%的人士说 他们的财务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 只有6.2%的人士认为 他们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的 大马统计局是在网上进行了 一个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济还有个人影响的特别调查 有大概16万人以上的这些受访者参与 这个调查就是在 大概是上个星期吧 23号到31号期间进行 那随着政府就宣布延长管制令了 大部分受访的打工族其实都说 这项措施让他们措手不及 反而在关联公司和跨国公司工作的受访者 则认为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就是可能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影响不大 另外呢 调查也显示 高达23.8%的雇主在这段期间 失业 雇主失业 雇员失业吧 那这个疫情还有行管令 其实对就业市场冲击非常大 大马统计局的调查也发现 管制令开始之后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家庭平均开销 是下降了超过一半 从6317令吉 减少到2813令吉 这个减少的幅度是高达55%的 同时呢 一个家庭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所花费的开销 也是下降了48% 另外家庭在交通方面的开销 肯定是下降了 因为都不能出门 而且刚好油价也大幅下降 就是从原本的553令吉的开销 跌到了61令吉 跌幅是高达80%的 那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的开销 就是大家非常认同的 就是食物 还有非酒精饮料的开销 是增加了27% 从726令吉增加到924令吉 那尽管呢 在这个调查显示 行动管制令期间 大家家庭这个消费下跌将近一半 但是呢 经济学家就认为 政府依然必须在经济上面去援助 中低收入的人群 虽然这只能短暂 而且局部见效 但是重要的就是保住资产负债表 以便呢 在行动管制令解除之后 大家可以快速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那虽然不知道行动管制期会不会延长了 只要等看明天的这个宣布 但是呢 已经有不少的雇主是担心 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受影响的 大马厂商工会就呼吁政府 同意让所有的必需品制造业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可以100%的投入运作 而非必需品的话呢 希望他们也可以有50%去投入这个运作的 这是来自大马厂商工会会长苏天来的谈话 他就说 很多工厂没有办法承受继续停止运作的压力 这将近一个月的停工 可能已经导致国内的生产总值损失650亿令吉 这包含了销售的损失呀 库存的问题 还有违约金的这个情况 很多合约签了 现在没办法执行 怎么办 都是亏损啊 那当然呢 他也提醒 所有已经被允许恢复营运的这个工厂呢 需要遵守贸工部的规定 去强制这些规定的 包括他们必须要向贸工部去提供所有涉及的员工名单 还有每天或者是每个班次的时候呢 都要在开始之前进行这个消毒清洁程序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另一边像我们看到大马涉险机构 Soxo就确认新冠肺炎是一个职业疾病 Occupational disease 涉险发表文告说 因为工作性质直接是暴露于新冠肺炎而感染疾病的员工 可以向涉险去索赔 因为这是一个职业疾病 另外呢 因为感染而导致残废 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是死亡的患者 也是可以通过1969年雇主 雇员涉险法令下的伤残服 续经的这个计划来获得赔偿 而这个组织行业就是户勤政府是制定一个法令 来规定雇主必须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所以如果你患上了这个新冠肺炎 可能可以尝试就透过涉险那边获得一些赔偿 是那其实在另外呢 之前我们就有提到有几名国会议员 他符合资格拥有人民关怀援助金BPN 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有引起争议嘛 那对此大马内陆税收局就特别发文告做出解释了 内陆税收局是说 当局是根据生活援助金BSH受贿者的资料 还有就是2018年征税的资料把将自动通过获得BPN的这个资格 而根据当局的初步调查是确认呢 这些受贿者的过程是有序的 而且呢受贿者的这个薪资条件 其实也能够让他们获得援助金的 那内陆税收局他们也有说呢 收到有国会议员是自愿归还这一笔援助金 当然他们也欢迎获得援助金的国会议员 或者是其他BPN的受贿者透过几个方式把这一些援助金归还给他们 就那些可能明明就很高收入 可是却得到这个援助金的话 如果你想归还当局也是欢迎的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动物也确诊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伯特拉大学兽医学院兽医免疫学高级讲师法利纳说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宠物是会散播新冠病毒 不过宠物确实还是会感染新冠肺炎的 因此确诊患者的宠物也需要在家隔离14天 就是千万不要带他们到处跑 那如果在隔离期间有任何的症状 宠物主人必须要将宠物送到县的受医局去跟进情况 他有说宠物受到感染可能是因为被确诊的主人亲吻了 你拥抱过了或者是没有洗手的情况下照顾宠物 所以如果四主知道自己有新冠肺炎的一些症状 最好就脊脚跟宠物先进行隔离 是 因为毕竟宠物其实也会感染这个症状的 那其实之前有提到 在一个学术期间科学上面的一个研究就发现 雪雕还有这个猫咪很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的 但是狗鸡猪鸭可能就不太容易感染 研究还显示猫咪可能通过呼吸道飞沫 可以互相传染就是在猫之间 不过呢 养猫的主人暂时还不是要太恐慌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病毒学家赛夫他就说 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会表明 猫的分泌物是足够把这些病毒传染给人类 所以不要太恐慌了 顾好你自己家里的宠物还是很重要 不要让他们暴露在高风险的情况下 那相信这几天大家都其实也有在社交媒体 看到有关动物园就是领养动物的贴文 很多人在疯传也很多人领养了 这个国家动物园每月的营运成本 其实是高达一百万令吉的 重点就是国家动物园并不是由政府经营的 对 我一直以为是 它不是 它是由非政府组织 叫做马来西亚动物研究协会在经营 而门票就是这个动物园主要的收入来源 不过现在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这个到动物园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参观了 游客的门票收入基本上已经是零 那现在这个营运资金到几的情况下 圆内三百多种动物是需要国人去捐款 或者助养来度过这场危机 那其实在这之前 动物园他们其实有通过官方网站 还有电邮的方式去募款的 但是行动管制令期间 因为可能员工人手不足 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这个募款的事情 所以呢导致这个募款的成果就受到影响了 那管理层呢在经过改善之后 所以就在四月开始 民众就可以透过Ticket to You的这个平台 选择想要助养的动物 那目前等待助养的动物呢 就有长颈鹿 有马来熊 有白老虎 马来亚虎 狮子 黑猩猩 企鹅 熊猫 大象等等的19种动物 我想到他们就觉得很可爱 如果他们饱收鸡肉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你去领养他的话呢 你就是他们的爸爸了 那看到这个如果你根据这个Ticket to You的平台 这项助养的配套活动是为期一年的 就是到明年的3月31号 而助养的人呢 你可以从配套获得的这个票券回馈 有效期就是到明年6月1号可以兑换入门票 也就是说你可能捐款有一些配套是会赠送你入门票 你可以在明年6月之前就是入园去看看你可能助养的动物 那一旦完成这个捐款呢 助养人就可以下载一个e-certificate电子证书 而这个证书就印有这个助养的动物照片 还有助养人的名字 那整个助养的费用呢 款项最低就是25令吉 不过这25令吉配套就是电子助养的证书可以得到这个而已 然后最高是1000令吉 另外还会征收1令吉网上手续费用 如果想知道详情可以出到Zoomalaysia的这个网站去看看 或者是Zoomalaysia的官方网 这样去看一看详情了 动物也是需要大家帮忙 好今天现在不来问你 你认为行动管制令应该延长吗 好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有76%的人呢是点选了love 就是说应该要延长 就是为了阻断疫情 那有22%的人呢是点选哈哈的 认为可以局部开放 那另外呢只有2%的人是反对延长的 所以这么高的比例都是希望可以延长 对其实我比较想要让他们的comment了 因为这个结果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意外 Ziffin就觉得如果行动管制令应延长 会影响学校假期 放长增加两个星期或一个月 他担心的是学校假期的情况 就是后面的啦 那Chong Function呢 他就有说应该要延长的 长痛不如短痛 要解决就要彻底不要功亏一筷 然后呢这个是Desmond 觉得要延长 现在还不是时候开放 不延长也是会功亏一筷的 然后Wincy就觉得 打工的人肯定开心 但是做老板的半条命 可能他是做老板的 Jimmy也是说 没钱要怎么去延长呢 那JT Tang呢 他有说有人欢喜 有人愁左右为难 OK 还有吗 猜话他突然说 其实挺享受这个行动管制令的 就表示你有 你有好好的利用居家生活 也许 你有增值自己 有陪伴家人 这是好的呀 然后Jim就觉得没钱顶 要拿什么去延长啊 对 这我刚刚念了 OK 是 sorry Winvong他有说呢 虽然没有暴增 但是每天依然以100上下的人数 要解除的话呢 怕有新一波的疫情会重来啊 Jeremy觉得延长到5月15可避免 但重要是尽快找出疑似患者和加速检测 速度才可以切断传播链 其实这个检测真的我们昨天也有提到 好像今天也看到前首相纳吉 他在脸书说 其实现在马来西亚的检测的那个数量太低了 比起很多国家包括伊朗 甚至可能还要低 所以检测的这个数量多 其实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结束这次的疫情了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要给前线人员多一些打气加油 希望他们可以赶快的治疗好这些病患 然后作为人民的就做好自己责任 不要乱乱跑出去 我是冠贤 我是舒婷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半 继续给你带来九八八新文献